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这个轮回因果啊 然后三恶有报啊 放在这里来放在我们讲佛教的这个视频下面来讨论 那么一个潜台词就是认为佛教应该就是说因果轮回的嘛 说三恶有报的 应该是这样了 对吧 如果不这么理解的 不会在这个佛教的讲佛教的视频里面啊 来谈这样的一段话 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对佛教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嘛 我们说学佛就要讲三恶有报嘛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嘛 是不是啊 特别是我们很多的战友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心怀善念 是吧 然后我们做善事嘛 这是一个对目前阶段对佛教的一个理解 可是各位啊 各位啊 很严重啊 佛教呢 讲因果轮回 善恶有报 是不是真正佛法要讲的 是不是真正的佛法要讲的 如果因果轮回善恶有报 就是佛教要讲的 那么在印度啊 那么多与佛同时代的啊 叫沙门啊 沙门 那么他们就不讲轮回吗 不讲因果 不讲善恶有报吗 基督教不讲善恶有报吗 伊斯兰教不讲善恶有报吗 对吧 讲句不好听的 共产党还要讲 叫徐雷锋做好事呢 对吧 还要他用谎言来欺骗民众 他用好话来欺骗吗 他也要讲善恶有报的 是不是啊 这个报只不过是什么 只不过是很难说服人吗 因为唯物主义生命观是人死如灯面吗 那你这个报怎么体现呢 所以凡是讲善恶有报 那生命就不能只是这一辈子 啊 那么基督教伊斯兰教呢 是两世说 这个报呢 是报在未来 经过上帝也好 真主也好的审判 对吧 你升入天堂 对吧 佛教讲的这个因果轮回呢 是说你的这一辈子的善恶 下辈子要带过去的 啊 是这样的来构建的 但是问题就是只讲这个因果轮回善恶有报 是不是佛法不共的东西 是不是真正的真实的大乘佛法 啊 这件事呢 不但这一位群友哈 这一位推友吧 没有弄明白 其实大多数的佛教徒啊 我再讲一句 我们爆料革命里边的啊 这个 这个啊 很多人没有弄清楚的 没有弄清楚佛教到底说什么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佛教在印度消亡 啊 你只讲因果轮回善恶有报 你会有一个悖论的 那你就会有悖论 这个悖论是什么 这个blacksmith 这位推友是很聪明的 那马上就发现这一个悖论吗 如果因果轮回善恶有报 这是一个真实无比的 一个真理的话 那这些问题啊 那么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这就要说到佛教讲的 如梦观 我们知道金刚经最后的四句记 是吧 讲一切有为法 如梦换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做如是观 要让我们做如梦观的 那什么叫如梦观啊 什么叫如梦观 我做一个比喻 我用这个比喻来讲 什么是佛教 看待这个散恶有报 因果轮回的 这个话题的 这个事情不太好讲 不太好讲 我试一试啊 如果讲的不是很理想 我们后面再 可以再重复啊 再重复 就是佛说我们众生 现在啊 就好比是在梦中 那如果在梦中呢 你假设这么一个场景 就是你梦中啊 你梦见一个老虎的追你 对吧 你吓了就拼命的跑 啊 吓得你就拼命的跑 那么这个梦中的老虎啊 我们醒了以后 这个梦中的老虎 只是在做梦的时候才有的 你醒了以后 那个老虎有吗 那个老虎是根本没有的 这个佛教讲呢 因果轮回 善恶有报啊 这是个梦中的因果轮回 梦中的善恶 就好比是这个梦中的老虎 我们给梦中老虎找妈这件事情呢 就叫做因果啊 就叫做因果 所以佛教真正要讲的不是这种梦中的因果啊 当然了 实际上如果我们说找因果啊 如果我们认为找因果这件事不对的话呢 那你不应该去说佛教的因果轮回啊 这是没有什么意义 你首先应该说 这个科学所搞的这些定理和定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科学所搞的定理定律其实也是一种因果 从某一种角度讲 发现的这种规律是一种因果律 可是佛教真正的大乘思想要告诉我们的 我们心中所要找的那些因果只是梦中老虎 给梦中老虎找妈这件事 那个梦中的老虎是一种错觉上显现的 它是根本就没有妈的 根本就没有妈 梦中老虎没有妈 那么这就是世间的世俗因果是空 而佛教呢 在这个基础上要建立圣因果 那什么叫圣因果啊 这个梦中的老虎固然是没有的 梦中的老虎呢 也不必给他找妈 但是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正在梦中 正在梦中做梦这件事 这是有因果的 也就是我们如果啊 在梦中做了一个杀人放火 对吧 像这个前一段文贵先生爆料 那个共产党的那些官员 是吧 那些高官那么那么黑暗腐败啊 剥剥压榨女性啊 对吧 干的都不是人干的事啊 那么他们在梦中啊 他为什么干这件事呢 因为他不知道这事是梦 他不知道是梦呢 他就做真实无比的追求 他就为了让梦中的这个自我怎么样啊 活得更久 那么当他梦中做了这样的事情了 佛教说 你会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 你会强化你 你不知道是梦 而误以为梦是真实的这个错觉 啊 这叫无名 你会强化这个错觉 这是第一个 后果 那么第二个后果是什么呢 因为你做了一个啊 梦中杀人放火 对吧 强强民女 你干了这么 梦中的坏事 好了 啊 你就会怎么样啊 你会在未来有一个什么 哎 有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梦境 你这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梦境呢 佛教说就叫什么 哎 就叫做梦中的善恶有报 他仍然是一个梦 只这个梦呢 要分成什么 好梦和噩梦 那么梦中能杀人放火吗 梦中也不能杀人放火 梦中杀人放火 后果很严重 啊 第一个是强化这个梦 第二个呢 是感德 哎 噩梦 这个噩梦佛教讲就是什么 啊 地狱恶鬼畜什么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 从这个角度说 我们才能把佛教讲的因果啊 啊 说明白 啊 这是两个层次的因果 第一个层次呢 是梦中因果 这个梦中因果 就是我们说的因果轮回 善恶有报 这事啊 这不只是佛教在说 也不是佛教最不共的地方 而真正的大众佛法要告诉我们的是 哎 你为什么现在有一个 绝着眼前的世界真实无比的 这个人生大梦呢 对吧 这件事呢 是有原因的 这件事的原因叫做 圣意因果 这个因果不是我们凡夫能见着的 这件事情呢 是彻底觉醒的佛 以及圣位菩萨 就是登地的菩萨 就是见了真实的菩萨 才能见着的 而我们凡夫呢 只能信受 佛告诉我们的眼前的一切是什么 是一场梦境 是一场梦境 所以你说这个 如果以凡夫境界的因果轮回 善恶有报是真实的 有没有悖论的 有没有悖论的 那当然就有悖论吧 对吧 就Black Smith这位推友 不就发现这个悖论了 是不是啊 如果说今生做好事即得 就是为了下辈子做达官贵人 继续祸害人间 实际上这就是佛教讲的是什么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知道眼前是梦 对吧 不知道眼前是梦 做好事 对吧 没有发菩提心做好事 那怎么样啊 那叫三世佛冤吗 什么叫三世佛冤啊 对吧 你第一辈子做好事了 你做好事之后呢 你成为达官贵人了 然后你不知道你做达官贵人也是一个梦 你贪着这件事情了 怎么样啊 哎呀 你就很容易做坏事吧 是不是啊 不是说达官贵人都做坏事 但是是不是一个人 有了权力 有了膨胀的 这种没有制约的权力以后 就危害人间啊 你危害人间之后又怎么样啊 第三辈子你又怎么样 哎你又堕地狱了吧 所以经过三世 三辈子 对吧 第一辈子 修福德呀 做好事啊 是吧 哎呀 爆料革命啊 对吧 那么第二辈子得什么 那么得好果 是吧 终于不是普通老百姓了 是吧 达官贵人了 然后开始干嘛 开始祸害别人了 然后第三辈子怎么样啊 又堕落了 那么这样的轮回有什么意义啊 有什么意义啊 所以佛教说要从这个生死大梦之中 觉醒出来 所以做坏事啊 仍然都不是什么 在佛教看来是很严重的问题 是你把做坏事当真 这才是严重问题 这才是严重问题 哎 好的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就答疑 就说这么些啊 如果大家有问题啊 我们可以继续的来讨论啊 谢谢各位战友